传树元起 再次叩见明府最高统帅 丰都大地 感恩佛丽加倍 呈白莲花出发 阿弥陀佛 阿玉向判官和时 请问判官 阿玉想知道 明府传树音律无情这部典籍 最初是怎么开始的 判官说 前段时间 我们地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十二殿阎王及所有官员 都收到丰都大地 明君阎王发出的一份名牒公文 紧急通告 在我们的地府最高的统领 是丰都大地 明君阎王 明君阎王只有一位 下面还有十二殿阎王 以前地狱只有十殿十位阎王 而现在 新加建的地狱区域那边 又多了两位阎王 这十二殿阎王 共有十二位 分别统领十二殿下面的各大小地狱 而这十二殿阎王 又受命于丰都大地 明君阎王 明蝶公文 紧急通告内容 是明君阎王 见地狱非常爆满 目前还在不断加建新地狱 地府官员及工作人员 已经严重缺乏 再者 不忍阳间众生 纷纷堕落地狱 于是上奏天地 只派一位持戒清净之洋人 来参观地狱刑罚后 回阳间写书 书定名为 《殷律无情》 以达净化人心 挽回弥徒众生心性 行善积德 是能安享正常天年 寿终超生 免惰地狱 此洋人 即是你上官御华 身上带有明府发出令牌 可以在书写期间 随意出入地府 明府特派一位判官 接引上官御华 及阿裕参观地狱 并解答你的问题 若遇上判官 无暇分身时 地府所有官员 都要赐予上官御华帮助 因为地狱实在太大 要全部参观完 需要很长时间 但《殷律无情》 此书 则需要尽快在人间大量流通 因此 大家适当地提出 较有代表意义的罪灵 个案给你访问 明蝶公文紧急通告中提到 阿裕 你是在完全清醒状态下 用禅定功夫 分身来到地狱参观 期望《殷律无情》一书出版后 可以大大减少 每天堕落地狱的众生 从而 亦减轻目前我们每天超负荷的工作量 现在我们地府所有官员 及工作人员都非常忙碌 但只要你来 我们一定会抽出时间来接待你 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讯息 转述《殷律无情》的缘起 是封都大地明君阎王的命令 如果你要知道更多详情 我带你去拜见明君阎王 明君阎王会为你解答 好的 阿裕实在非常感恩判官 我们开始向前走 地狱真的很大 每次参观走的路都不同 但愿所有友情都不要堕落来地狱 若要来地狱的话 就为乘愿救助众生而来吧 现在我们走的这个方向 没有痛苦声音 也没有恐惧感 前面有小桥流水 小树林 感觉很好 判官说 这里是明府阎王居住的地方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阎王接见官员议室的会议厅 其实地府官员居住的地方还是不错的 跟人间官员一样是有些福利 再往前走有个大房子 房子里面的装修看上去还是有些古时候的清雅 房子大厅的最上方有四个大字的横点 写着正大光明 明君阎王就坐在横点下方 两边壁上挂有一些古人装扮在行善的画像 有部分地府官员坐在两旁 丰都大帝邻君阎王正在跟官员们研究加建地域工程的问题 真的十分忙 这时我就立刻跪下说 洋人民女上官玉华 叩见丰都大帝阎王 感恩丰都大帝 转述音律无情 令民女可以增长见闻 宵夜赔福 民女想请问丰都大帝 是何因缘 要转述音律无情 这部典集呢 丰都大帝明君阎王回答说 人间初古时 人人天性善良 持守五戒十善 那时天地阴阳平衡 彩虹照耀 五谷风登 人间呈现一片祥和之气 无天灾人祸 人人安享天年 寿终回归天界 奈何人的根性不断污染 越跺越下 人之习性是无始节中 由淫欲而来 循环轮回六道中 因人行为举止不断堕落 破戒行十恶 到中古时期 上天开始建造地狱 来惩罚 教化 堕落泛界之洋人 令其在地狱反省 那时的地狱很小 堕落地狱的洋人也不多 随着十日的污染 人出谷之性本善 已近乎完全消失 如今人心巨变 意念邪恶之气直冲天平 特别是邪淫之气 更加严重破坏 宇宙之自然平衡法则 令天地之气浑浊不清 已到了分不清天地之别 阴阳早已失去平衡 阳人是需要靠地球 大自然环境种种平衡的配合 方才能安居乐业 杰出时人人心地善良 持守五戒十善 天地一聘祥和 此祥和是人的意念 跟大自然相呼应 大自然即回报天气晴朗 五谷丰收 彩虹照耀 如今地球五谷欠收 各地区种种天灾人祸 天空乌黑 气温可以在几天内大幅度变化 亦是因人心的恶念 大幅度变动原因导致 人心念之无情无义 即朝感冷空气降临阳间 人人若心地光明 即朝感彩虹照耀 阳间天灾贫贫贫 这些已经是一个警示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天灾 不断接踵而来 以人类任何科技都是无法阻挡天灾降临 可救度众生的不是高科技 而是真心持守武戒 修实善行 真心忏悔前恶 修清静道 若再如此下去 宇宙大自然 自有其回归平衡的方法 人间必定有大型的天灾人祸 从恶之洋人 必定全数堕落地狱 现在地狱已经爆满 我们这里的工作也严重超负荷 我不忍心看见人间走向灭亡 伦理堕落 故而大谢天机 上奏天地 他亦持戒清静洋人 在清醒时来参观地狱各种刑罚 回洋间写书 劝话世人 弃恶从善 早日恢复先天之灵性光明 若世人自阅读音律无情一书后 辗转流传或免费翻印 广为流通者 亦自尽其义 所求一切善愿 息皆圆满 明府会在其个人生死部上 祭一大善功德 可免去过往之地狱恶业 寿终秉承此大善功德上升天界 若诽谤或阻碍音律无情善疏流通者 亦会在明府个人生死部上 寄一大恶业 寿终入嚎教地狱 拔舌地狱 花眼地狱等等 受地狱刑罚 为寿终 亦受病苦中亡之报 具体判刑要看毁谤或阻碍音律无情善疏流通的详情 来定论寿和刑罚 若信寿其毁谤的众生数多 毁谤者除了被判上述地狱受刑外 还需被打入阿鼻大地狱 则超生极难 好了 我们正忙着 你今天就先回去写下我以上说的出书姻缘 往事人互相勉励 辗转相告 好好修身养性 积德行善 阿弥婆佛 阿玉拜谢感恩 封都大地明君阎王 何时感恩各位判官官员 乘白莲花回去 阿弥伯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